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暗渡鬼枯骨的純旗幟 同時呢還會去拿到兩個龍脈的精華 先來帶大家去一下就是紅蓮捲成煙 那這張地圖呢我們可以去獲得到一個龍脈精華 龍脈精華這種東西呢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它給拿好拿滿 別亂咬阿不要咬我阿 我正在拍片耶 那過來這邊呢我們可以先看到第一個旗幟 一個牙旗 那建議說呢先把它給插起來 先插起來 因為等一下要打一隻大貓 可能會有一定的這個難度阿 所以說我們先把這個旗幟給插起來 插起來之後呢我們往這個右邊 這邊可以跳上去 射射射射射射射 就只會陰人 然後這邊就是一條路直接通到底 過來呢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有一隻大貓了 那我們可以靠近右邊這邊 掉下來應該他不會發現吧 應該啦 啊他發現了 應該不會發現他發現了 OK 阿伯我來了 直接帶走 哇他士氣餓死喔 那如果你打不太贏的話呢 可以去 帶一下這個去升級一下士氣 去插一下旗 多插幾根旗 那就會比較好打 那在這個寶箱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去獲得到龍脈的精華 那我現在打開沒有看到龍脈精華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已經獲得到了 或者說你可以直接跑過來直接開寶箱 啊死了也沒差對不對 來我們出來之後呢 先往左邊這邊一路的給他衝下去 想幹嘛 然後再順著這個左邊 一路的給他跑過來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插到我們的第一根大旗了 插起來 來 OK 接著呢我們直直的往前走 看什麼看 看什麼看 哎呦 不跟他亂了 不跟他亂了 從這邊走到底之後呢 這邊我們可以先來暗殺一個人 暗殺一個人 從天而降 大家自己想辦法看到怎麼打 那這裡一共要打三個人 兩隻小怪 一隻算是小boss 小的精英怪 哇這個視角會轉來轉去的呢 OK還要再去幹掉一隻法師 就可以插到我們的第二根旗 動 大旗 張飛差點沒了 幫他這個血量回滿 好接下來這邊有寶箱 可以順便填一下 那我們下來之後呢直直的往前走 就可以填到我們的 第三根旗 哈哈哈哈哈哈 Easy bro 來 給他插下去之後呢 往回走 這邊有牆可以踢上去 一路給他踢上來之後左轉 然後我們從這個方向一路的 轉上來 轉上來之後呢 這邊要小心一點會掉下去喔 記得二段跳 記得二段跳 非常的重要 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有一隻貓貓 那如果你打不太贏的話呢 你就可以先去後面插個旗吧 畢竟說 他的這個刺氣九也是有一點難度啦 那我現在呢是這個裝備已經非常厲害了 那我這邊就先來插給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再回去我們剛剛來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條路 從這一條路呢一直的往前走 這邊 注意一下 看到這個火之後呢 左邊 可以跳上來 丟丟丟 剛剛就是你在那邊一直丟丟丟 然後這邊呢 要小心一點 不要掉下去了 不然 掉下去呢這個路都非常非常的難找 阿貝是過來的人 下面都會有一些什麼 怪物在等著你啊 掉下去呢 兩隻大貓 對不對 所以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好好的跳 好接著轉過來之後呢 就準備要打這個鳥了 那這個鳥我們先不要理他 我們先到左邊這裡 先來把這個旗幟給他插起來 先插起來 然後呢再去挑戰的話 會比較簡單一點 會比較簡單一點 接著呢我們再走回這個位置 一路的 向前走 記得有人需要幫助的話呢 就順便幫他這個 恢復一下這個士氣 對同時呢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士氣值喔 好接下來 往這個地方走下來 一路的跑過來這邊 小心一點 那爬這個樓梯的時候呢 可以按這個空白鍵 來增加爬的這個速度 好這邊一樣 小心一點 掉下去就是兩隻大貓在等你啦 好接下來呢我們再往這個方向走下來 會看到有一個可愛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往他的後面走過來 在這裡呢我們可以去撿到一個很重要的道具 這裡可以在下面看到這個大貓有沒有 那我們從上面直接背吃他 不要引到另外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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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隻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撿到一個 龍脈金石還是金華 有點忘記了 那我們再重新的 回到這一條路 這邊走上來 再繞過來 然後往右邊走 這一次我們是往右邊 那這邊就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的路 畢竟說那個前面的路還蠻危險的喔 那邊有兩隻大貓 這邊上來 可以看到有三個老頭 都幹掉 然後呢來這邊把這個旗給插起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直接下到這個水蓮洞裡面了 月光仙子 不是什麼月光仙子啦 我忘了跑錯地方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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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就這裡 然後前面這就是我們BOSS前面的旗幟 把這邊的小BOSS給幹掉 然後可以插旗 然後可以插旗 那就會發現說 還少一根小旗呢 還少插了一個小旗就在後面 那這邊 我是覺得先插這個旗啦 因為這邊過來有一隻大貓 雖然說也沒有到很強 但是呢 貓我覺得還蠻難打的 畫面卡到 絕對是畫面卡到的問題 對不對 讓我怎麼可能 會被他打到那麼多下 好這邊插下去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全部的旗幟給插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能對大家有幫助的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嘿嘿嘿